小朋友, 請寶寺 你們真的很聰明, 沒錯 小朋友最喜歡聽故事 透過精彩的故事 可以提高小朋友的學習興趣 啟發他們無限的想像力 在香港中文大學校有會聯會 陳振夏幼稚園 一切活動都圍繞故事教材進行 到底是甚麼原因 令學校全面採用故事教材 去開展中文和英文課程呢? 其實之前我們也在用主題書 不過用了那麼久 因為主題書始終被主題潑限了 所以我們選了中文和英文書 都用故事去開展我們的課程 我們選中文和英文故事書 有一個串連 第一樣小朋友學習語言 是一個貫穿了方法 例如都是低班 亂亂相傳是一個聖誕故事做背景 我們選了《Good old mom》 都是一個聖誕故事 媽媽要扮一個聖誕老人 在學習的內容知識方面 那麼串連了不是一個翻譯 而是小朋友看到兩個故事 他們都知道家庭成員的稱呼 名字 我們看到兩者 一個貫通是一個好處 這個是最大 小朋友的最大效益 和英文學校 我們名字是一番 I'm 4小時候 I like to play toys Perry 小小小小小的手 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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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 蟹 And how about this one? Yeah The head Last one Put on the big red coat Right 有沒有小朋友可以幫我 在這句句子裡面找到 大衣這個詞語? 好,我請 語軒 找到大衣這個詞語? 請起來 是呀, 這個是怎麼讀的? 大二, 謝謝 要很大力 大二 這是什麼? 大二 大二應該放在哪個箱子裡? 答案正不正確? 正確 幫我給他一點掌聲吧 雖然短短, 一個學期 小朋友用了書 有一個會看到的經驗就是 低巴的小朋友 在亂亂相傳裡面 雖然是聖誕節的關懷故事 但他們說到他們的生活經驗 當中學著冬天的衣物 他們會說爸爸媽媽怎樣洗衣服 怎樣做家務 延伸到關懷他們家人 怎樣去照顧他們 在我們選擇的時候 其實那個內容 我們會看到生命樹 其實是小朋友的生活經驗 那裡研發出來的 再加上英文故事書 都是一個很故事式 有主角 一家人在生活裡面 發展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們小朋友就學得更加投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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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